大家好欢迎来到01档案 我是Mike 今天我们讲述一个谋杀案 这个案子发生在美国的康乃狄格州的尼安迪克 尼安迪克是一个沿海的小镇 面向大西洋 这里的生活悠闲宁静 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尔曼 与怀孕五个半月的出版商妻子艾伦 和他们的大女儿杰西卡住在这里 1985年8月2日星期五 这一天是爱德华42岁的生日 女儿杰西卡这一周正好在外地上夏令营 所以晚上爱德华在家里和妻子一起吃晚饭庆祝生日 然后他将会和几个兄弟去朋友亨利家 因为第二天他们五个人将会一起出海 在海上度过整个周末 七点半 爱德华的朋友准时来家里接他 一起去亨利家 几个人喝酒看电视聊天 爱德华借用了亨利家的电话 打给妻子艾伦 聊了几句 然后让他早点休息 第二天周六一早 兄弟五人起航出海 在海上玩了一天后 周日下午 爱德华想起来 应该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婆的情况 他用船上的卫星电话打回家 但始终没人接听 爱德华有些担心 打给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森 请他去家里看一下 弗雷德里克森马上赶了过去 发现门是锁住的 觉得奇怪 因为爱伦家从来都不锁门 平常直接开门就可以进去 弗雷德里克森敲了很久门 没人回应 于是从旁边没有锁着的窗翻了进去 他找到卧室 发现卧室的房门关着 打开门进去的时候 迎面看见没穿衣服的爱伦 躺在床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 弗雷德里克森马上报警 警察抵达现场后 立刻通过卫星电话通知了在海上的爱德华 案发现场看上去像是一场性犯罪 艾伦赤裸的躺在床 他的内衣和内裤丢在地上 艾伦脖子有两条非常明显的勒痕 另外还有一条较细的勒痕 已经陷入了皮肤 除此之外 他的身上没有其他外伤 警方判断凶手应该和艾伦认识 法医报告显示 艾伦死于物理窒息 虽然现场看起来像有过性侵犯 但法医没有发现任何有过性行为的痕迹 另外根据艾伦死后湿疆的情况 死亡时间应该是周六晚上或周日一早 在对比了勒痕和在地上发现的内衣后 发现勒痕与内衣的袋子完全吻合 警方推测 凶手正是用这条内衣袋勒死了艾伦 然后在艾伦家里 没有发现外人入侵的痕迹 也没有财物丢失 不畏财不畏色 那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警方的调查 首先从丈夫艾德华开始 但艾伦死亡的时候 他正在和四个朋友一起出海 不可能回来杀人 他的嫌疑很快被排除了 接下来警方开始调查艾伦的朋友们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一言难尽的秘密 人前斯文的大学教授艾德华 特别喜欢玩性虐待和换妻游戏 在艾德华的鼓励和要求下 艾伦有三个保持长期性关系的男朋友 艾德华时不时还会在家里组织派对 让妻子艾伦与男友发生关系 她就在旁边观战指导 不时提出建议和要求 此外 艾德华在外面有个固定的女友 南希 并且南希为艾德华生下了一个快要一岁的女儿 艾伦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 艾德华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 当她发现 艾德华在外面却有个私生女的时候 非常愤怒 最后夫妻俩坐下来开了个会 最终决定 艾德华同意让艾伦再生一个孩子 但作为交换 艾德华依然可以保持跟南希的关系 甚至可以住在南希家 照顾南希和他们的女儿 另外 艾伦也必须继续配合艾德华那特殊的癖好 40多岁的艾伦 如愿的怀上了二胎 但怀孕之后 艾伦心态逐渐产生了变化 肚子里有了新的小生命 其他东西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她实在不想继续配合艾德华那特殊的爱好 也无法接受她外面的女人 艾伦想过上正常的生活 她找艾德华好好谈了一次 艾伦表示 要么艾德华回归家庭 要么他们离婚 而离婚的话 艾德华只能分到很少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 艾德华决定还是回归家庭 她去找南西谈了一次 希望结束他们的关系 但这次的谈话 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结论 接下来的日子里 似乎艾德华挽救婚姻的努力 有了成效 他们的关系好了起来 身边的朋友都为他们感到开心 只是这突发的凶案 夺走了这一切 法医确定了艾伦的死亡时间 是周六晚上或周天一大早 警方排除了艾德华的嫌疑 更多的嫌疑被转向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弗雷德里克森 和艾德华的情人南西 但他们都提供了 可靠的不在场证明 他们的嫌疑也被排除 警方的破案陷入困局 这时 警方请来了一位专家协助调查 他就是神探李昌宇博士 李博士带领见证组 重新检视了所有收集到的线索 首先证明 现场找到的所有指纹 都属于丈夫艾德华 和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弗雷德里克森 其次 在现场找到了许多金班 有的在衣物上 有的在床单 但是所有的金班 都属于丈夫艾德华 除此之外 没有找到任何来源不明的金班 和体液痕迹 法医报告上明确 艾伦的死因是窒息 推测凶器是内衣的带子 但是他的脖子上有三条勒痕 另外一条是什么呢 李博士仔细分析后发现 在他的皮肤上 有Z形的细痕 和地上发现的那条内裤 拉开的痕迹一样 应该是凶手在拉开内裤 勒住艾伦的时候留下的 但是 艾伦的脖子上 有严重的软骨磋伤 而这种软骨磋伤 不可能是由柔软的织物造成的 这说明 凶手是用手掐死了艾伦 然后故意用内衣袋和内裤 再勒一遍 留下勒痕 给警方造成性犯罪的假象 接下来 李博士的发现 改变了整个案子的走向 在重温法医的报告时候 发现艾伦胃里残留的食物 与他在周五中午和同事们一起吃的午饭内容相同 说明死的时候 这些食物还没完全被消化 为了证明这些食物的消化需要多长时间 警方找来了几个志愿者 志愿者吃下相同分量的食物 然后定时用人工手段 从志愿者胃里取出部分食物 来观察消化情况 最后结论是 这些食物如果要被完全消化 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在艾伦家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同的食物 所以说明他胃中的就是周五的午餐 也就是说 在进餐后不到四个小时 他就遇害了 但是 这又与艾伦的施僵程度不吻合 人在死亡后就会停止产热 但没有停止散热 所以人死后身体是逐渐变冷的 一般情况下 死后一到三个小时内 就会开始出现尸僵的现象 首先是头部 四到六个小时时候会扩展到全身 十二到二十四个小时发展到顶峰 但是在死亡后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左右 尸僵就会出现缓解的情况 接下来三到七天后 尸僵就会完全消失 所以尸僵的程度能够帮忙判断死亡时间 在发现艾伦的尸体时候 他的尸僵程度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的阶段 说明死亡时间是十二到二十四个小时左右 在翻查警方报告时 李博士注意到了一个被大家忽视了的细节 报告上提到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弗雷德里克森城 卧室的房门紧闭 进去之后感觉非常冷 李博士调出了警方的现场录像 发现当时房间的空调温度被开到了最低 但是当弗雷德里克森离开卧室去报警的时候 没有关门 所以当警方和法医赶到时 虽然空调依然开着 但是在八月这样炎热的天气下 卧室里的温度已经跟其他房间没有差别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得了湿江的问题 低温延缓了艾伦躯体僵硬的速度 艾伦的死亡时间从星期六晚上提前到了星期五的晚上 也就是爱德华还没出海的时候 警方正式逮捕艾德华·希尔曼 提出了谋杀指控 不过艾德华坚称自己的无辜 因为在亨利家里 他曾经当众给妻子打电话 这说明那个时候艾伦还活着 但这个时候一个重量级的证人出现了 案发那一年只有八岁的亨利女儿克里斯丁 在艾德华借用亨利家电话打给艾伦的时候 在另一房间的亨利女儿克里斯丁 刚好也要打个电话给朋友 他拿起了电话 但听见艾德华在自言自语 而电话那边一直响着铃声 克里斯丁一个小女孩觉得很奇怪 就一直没挂电话 听着艾德华对着铃声说 我爱你 多喝水 早点睡 同时 另外还有一名证人很有意思 他叫西瑟 他爸爸是艾德华的好朋友 在周六 这帮哥们准备出海前 艾德华跟他聊过天 向他推荐了一部电影 名叫《暗夜凶客》 而这部片子里 有一个情节说的 就是一个男人在杀了人之后 把受害人丢到开了空调的地下室 从而达到混淆死亡时间的目的 最后 陪审团宣布 艾德华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五十年 艾德华是以一级谋杀罪名被起诉的 但事实上 他杀死的除了妻子 还有妻子父中已经五个半月的儿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 尚未出生的孩子还不算人命 这种情况 直到2002年的另一个案件 才有了历史性的改变 这个案件 我们在之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介绍 1995年 入狱三年后的艾德华 心脏病发 死于狱中 有意思的事情是 他入狱之后 在监狱里交了个好朋友 这个人 也是个臭名昭著的杀妻犯 两人在监狱里 一见如故 形影不离 日常对话 都是交流杀妻心得 同时 这个杀妻犯 也是李昌玉博士 把他送进监狱的 那么 他到底是谁 他的故事 又是怎样的 神探李博士 又是如何排除万难 伸张正义的 灵异档案 我们下回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玉博士